不向长篇不复,坚持以理服人 议论击石 继续谈北韩,继续谈金仔 首先我们在这里说 对于中国处理好北韩问题的街市机 基本上已经过了 现在只能够主理到什么 就能够吃什么 因为在特朗普未上场之前 奥巴马也叫做一个讲道理 他一直不理北韩 因为他的关系不在北韩 他说是围堵你 纯粹是围堵你,他不是和你打的 围堵你,围堵你 你和他硬碰,南海 南海叫你不要搞 奥巴马叫你,你不要搞 你不要搞 你不要搞 奥巴马就是一位 就是预防的 是啊,你搞 但现在来到特朗 你电台又搞 来到特朗普这里 他呢 你说你瘋,他比你瘋 很简单的 你现在的情形就是 你在那里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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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注意力都去那里 你想跟我捏 你就搞 捏,我就跟你捏 我就在第二里跟你捏 现在糟了 现在糟了 你怎么捏 这些东西 美国就算打北韩也是正常的 他唯有核威胁 他打我的盟友 除超市 美国有大条道理 南海也没有那么大条道理 他还可以任美的杀人 是的 南海也没有那么大条道理 虽然可能吃死猫 是的 南海也没有那么大条道理 南海不关他事 南海只是我的盟友 叫我帮帮拖 是这样的 但现在不是 这个死肥仔 打我的盟友 和南海直接搭中国 但是搭北韩 就不是直接搭中国 北韩就是直接搭中国 所以麻烦 现在你神祖解决了北韩 你自己捏出政权出来 碰碌借 神祖也这么说 我们说了很多年 现在过了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你现在抓紧就命了 现在可能南北韩统一 可能势在必行 未必 不一定 因为为什么呢 南北韩差异太大 暂时南韩未必制 将来会制 如果美国人捧一个政权出来 是过度的 过度性质的 到有一天 他觉得适当的时候 是会统一 这是必然的 这个南北韩统一 我这样说 我们年初已经说了 我想在香港的网台 好像没有人说过 好像没有听闻 其实我没有听过很久 是的 我知道 香港的网台好像我也有听 好像没有什么人这样说 剩下的全部都是灯神台 灯神 灯神 是的 是的 我们也会灯的 不过这件事 我们真的有说过 是的 我几个年初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看来 特朗普不是说玩 我已经这么说了 是的 看来 现在 现在 就好像 好像有些苗头 是的 是的 可能 现在的情形 虽然是靠客 但是 突然间 你会听到一些消息 就是 金仔死囂了 哈哈 哈哈 是不知为什么死囂了 然后哪个姨妈姑爹代他 嗯 可能是这样的 又有另一个剧情 即日登基 可能 共产党 如果共产党醒爬的话 可能 可能他身边的人 已经放了些人进去 其实金仔是很防中国的 嗯 金仔防中国防盗是怎样呢 其实他防美国是白口的 嗯 他防中国 他常常怕一样东西 为什么 金仔死鬼了 其实他怕一样东西 就是 怕共产党 找人取代他 找人取代他 嗯 是的 因为共产党 他计算那样东西 如果共产党找人取代他 是对共产党最有利的 是的 其实金仔就是不断在 在美国和中国 两个大国中间 拉城 他都看通中国是什么 嗯 他看通了美国的什么 嗯 但是美国计算出了一样东西 他想着干瓦坎瓷气 是 和南韩 嗯 怎样搞得特朗普 神经的嘛 他不理的 真是 是 是啊 他现在真是打你 他国内有问题的 就是打你 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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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烂了咸行 关事 但是南韩他又不能打烂 因为南韩是有基本利益的所作 他一定不会打烂的 嗯 还有呢 他还有一样东西 他 他部署了杀德先跟你说 这一样东西 才打你 嗯 是啊 部署了 就是放了工具在那里 和你拼命 嗯 现在 是啊 是啊 他最厉害就是这一道 放了工具在那里 和你拼命 算得适合 嗯 你表面受的兵行险将 但是他不是的 他一步一步 步步进逼 是啊 你中国要步步要缩 嗯 所以很简单 王毅大妈 嗯 走出来说 喂 现在不是说玩的 嗯 真是打仗的 知语文物报 南韩文特很简单 一定要对话解决 嗯 他说这些 就是跟你说 妈妈是女人 不要对话解决 鬼不知道对话解决 对话做了 说了 说了这么多年 说了 对了 说完就做了 你金仔玩东西嘛 说完就做了 你金仔玩东西就做了 没有 那就是妈妈女人 没有不说 说了 对了 所以 所以 你猜 那天 我想 相信王毅自己听到 特朗普怎么说 他自己都脚弱了 嗯 大哥 真的不是说笑的 是啊 你的利益所在 其实 中国自己 自己又要想一想 喂 假设 南北韩同一 嗯 你和南韩 这么多年的交情 是啊 你和南韩有论谈的 其实是的 你一直有论谈的 不要 不要说南韩是敌对国家 全世界是敌对国家 大哥 其实 那么多美国文化友里面 最亲华的就是韩国 是的 所以呢 所以他走到人家 他走到人家 放个杀德在那里 你走到人家 然后吵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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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发神 现在是否死得呢 像发神经那样 你是不是死得呢 现在你这样吵南韩,现在肥仔那里可能要拿南韩帮你手 你吵南韩就等于你把南韩推向美国那边 继续推近美国那边,更加不骚扰你 以前南韩计划,因为你有水,他骚扰你,找点好处 现在你吵嘛,不骚扰你 如果有一个交易,譬如说是中韩美三方面,有一个交易在那里 怎样对付北韩的时候,南韩的取态就越来越倾向美国 你推了你的朋友,推了你的隔离,因为你吵嘛 你当然吵嘛,那件事是无谓的 不是,多鬼愚的,说真一句,南韩放一只沙特响树 说真一句,从来都不是为了防中国,防北韩的嘛 或者防北韩,然后中国就不知发了什么神经 就觉得好像针对你那样 俄罗斯都是说两句话的,俄罗斯 接着俄罗斯没有说了 俄罗斯又说了一次而已,俄罗斯说了一次而已 俄罗斯不再说了,不再说了 他知道不是对付他们嘛 还有第二个问题,长远来说 为什么他把这些东西放在那里,都是因为你 因为你长期保住那只金制向上的嘛 你是搞咬人嘛,就是乱咬人嘛 那怎么搞啊 大哥,南韩计数很简单的 南韩这些国家,因为它叫做小国 它一定要左右逢圆的 你也应该清楚明白的 嗯哼哼哼 你要吵它做什么鬼 你真的去反韩做什么鬼 我也不知道搞什么 哎呀,不知道什么限韩令又神神 神经病 神经病 现在搞到整个交易都没有了 不过这样的东西 我们经常都说了 共产党呢 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耳朵底 有些东西就真的不是做给我们看的 是做给里面的人看的 你做什么里面的人看没用啊 你现在有什么好处 你现在有什么好处 不过这样 不过这样 现在气就做完了 气就做完了 就有真实的后果 有真实的后果了 气就做完了 有真实的后果 就告诉你 我很硬的 金仔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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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厉害的 我一五八七次都可以的 肥仔金死了 哈 你是不是死了 神经病 你现在是不是死了 你现在怎么办 你现在等于 等于 等于 情维就是 死症来的了 如果你现在死症 你真的认识他是死症 你就不要放这条底线出来 嗯嗯嗯 你现在要很冒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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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现在这样的情形 有一个方法 叫美国佬快点搞定他 是 这样 跟美国佬说 这件事我是不会再来的 是 你要搞自己搞 你自己搞定他 是的 但是呢 我一条底线 这些人不要走过来 不要走过来 你不要吓到我 我不管你定地度政权 我只是摆在桌上 你现在第一个人摆在桌上 我对面有一个敌对政权 嗯嗯嗯 那就是美国佬觉得 喂 你说不要有敌对政权 那就是我是你敌人 是吧 嗯嗯 那合什么作呢 敌人不用合作的 嗯嗯 我扔他就可以了 不过 以后有敌我的矛盾 是的 敌我的矛盾 你共管也不要与我 嗯嗯 你共管也不要与我 是的 是的 你共管也不要与我 哎 你搞定他 这宗苏州市 你不要搞过来 是的 很简单的 嗯嗯 现在唯一是这样的 嗯嗯 南海那里 帮帮忙 我和你摆上桌 其他和我的国家 和我的国家 放上桌 大家一人一步 这样的 嗯嗯 美国佬现在的问题 美国佬现在的问题 就是说 他永远觉得北韩是一个威胁 是威胁到他们的盟友 嗯嗯嗯 是的 你现在 你和你 他就拼你插手 然后把你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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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 先过骨 再想下一步 是 唯物变证法 又要你了 嗯嗯 你先过这一关 因为这一关 问题是 你不可以犯错 嗯嗯 一犯错 是非常危险 是啊是啊 是啊 一犯错 他就可以普遍到 内部的矛盾出来 是 到时呢 就只能插手 嗯嗯 十九大又来 嗯嗯 是啊 只能插手 现在是没办法的 你一定是人以弱 嗯嗯 说到不关你事一样 是 如果你一 你一 一 太多下去的话 很容易杀错良民 嗯嗯嗯嗯 是啊 杀错良民 因为现在看上 看上美国佬呢 这件事 放得挺硬的 嗯嗯 是啊 而且你要记住 你靠脱 你希望普京硬你 不要做梦了 嗯嗯 俄司是不太会硬你的 是 是 再说 北韩塌了 对俄罗斯没有影响 是啊 是啊 俄罗斯在 敘利亚那边 就和美国在拼命 是 他就帮不了你了 是啊 是啊 所以自己顾自己 嗯嗯 從來都是这样的 你想想一下 打红战那时 喂 蘇联啊 都要掛个名字 是啊 所以 所以 現在看你怎样搞法 哎 共云党我也不知道怎麽搞 哈哈哈 今次 今次讲了很多 唉 有些事情 嗯 說真的那句 共产党自己拿來摔 真的拿來摔 真的 長期做些事 做些事 做些無謂的事情 自己 累死自己 嗯 都是仰著那些人 不知道做什麽的 真是不知道做什麽 都仰著他 我也不太明白 真的那句 就算美国在旁邊 唉 在不在 就算隔著北韓 有多大分別呢 是啊 有多大分別 不是 他們那些陸軍戰略思維 但現在這個世界 打仗不算是這樣的 不用了 說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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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他 環球思維 香港本位 中港台